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南乳鸡翅 今天在市场上买了一斤翅钟 首先我们先用视频用指吸干鸡翅的表面的水分 吸干水分的鸡翅呢 我们来进行个改刀 改刀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鸡翅的中间直接划一刀 把鸡翅穿透 第二种是鸡翅的两边各划上鸡刀 这两种改刀的方式其实都可以 也都很方便入味 切好后我们放到碗中备用 准备少许洗净的香菜切成小段 切好后我们放到碗中 香葱一根改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也放入到碗中 再准备几个去皮的大蒜改刀切片 切好后的蒜片我们放到碗中备用 紫姜少许 改刀切片后放到碗中备用 朋友们现在看到的是红乳汁和一块红腐乳 用勺子 把乳汁和红腐乳弄碎 好我们下面呢就把鸡翅放入到碗中 然后我们给碗中加入五颗的老抽 十颗的蚝油 先用手抓拌均匀 抓出料的料汁出来 也就是把香菜 葱段蒜片和姜片的汁水拔出 充分的入味以后 再加入五颗的白糖 十颗的牢灶 这个很关键啊 一定要切记 放入牢灶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果家里面没有牢灶 就加入少许的米酒 再次抓拌入味 抓拌入味后 倒入我们的南乳 用手抓拌均匀 直至入到鸡翅当中 制作视频不容易 你的每一个留言转发点赞 都是阿勇前进的动力 阿勇在这里谢谢您 好下面盖上保鲜膜 我们放到冰箱里头 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如果你要着急吃 你就放到外面 腌制最少不少于一个小时 这样会更好的入味 两个小时后 从冰箱里拿出鸡翅 揭开保鲜膜 把鸡翅一个个的加醋 放入到盘中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 而且这一点一定要做 用一张食品用纸 吸一下鸡翅表面的汁水 如果你不吸干表面的汁水的话 鸡翅在制作过程中 很容易炸火 下面我们再加入少许的生粉 用手抓拌均匀 再次锁住水分 起锅放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放入鸡翅 大家切解是小火 一面煎三到五分钟 再煎另外一面 这样后我们放到盘中 全程小火 千万不要中大火 再撒上少许的白芝麻 现在就撕开一个鸡翅 朋友们可以看到 鸡翅中间的红色 就是南乳 好 我们现在吃到嘴里 真的很香 汁水爆口 这样一到小吃 南乳鸡翅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厨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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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勇